第四页到第七页 那么我们就开始我们的讨论吧 请你们准备好你们的书本 还有你们的蓝笔哦 若有任何的听证 请用你们的蓝笔写上正确的答案哦 所谓二十一 一些特别的答案 所以你要写的是 或者是 那么还记得吗 我们在课堂上面所讨论的 第一大还有不干呢 第一大还有不干是属于 kata nafi kata nafi还记得吗 ok 所以第一大要怎样用呢 第一大就是 要用在prasa keja 还有prasa adjective的前面 记得吗 prasa keja是什么呢 prasa keja就是 是动词 动词 比如说 bekerja 你可以讲是 abang tidak bekerja hari ini ok prasa adjective prasa adjective prasa adjective 可以是很多啊 可以讲 tinggi brasa keja kata nafi 对吗 所以如果是要用的是 就是 第一大 ok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 不干 不干是如何用的呢 不干就是用在哪里呢 就用在 prasa nama 还有 prasa sendi nama的 起面 ok 所以呢 要怎样讲呢 prasa nama 可能你可以讲的是什么 ok 可能你要讲的是 adik 然后你讲 不干 adik yang mengambil pensel itu 就是不是 弟弟拿的 那个前批评 不是弟弟拿的 ok 不干 阿里 yang juri buku itu 那本书不是 阿里 kold的 ok 所以 这边是 prasa nama 如果 没有用的 adik呢 我们可以用在什么呢 我们可以用在 东西 ok 明治 东西就是 明治 prasa nama 然后接下来呢 要用的就是 prasa sendi nama prasa sendi nama 是什么呢 prasa sendi nama 就是用 daripada 然后你可以讲 就是什么呢 你可以讲 可能是 ok 你可以讲 surat itu 不干 daripada 阿里 就是说 那本书呢 并不是来自 阿里 所以我们来看看 下面 123的 目 ok gertas tisu sersuai untuk mengelak lantai yang bata ok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要看的就是说 这个 答案的后面 的 key word ok 在这里的key word 给你的是什么呢 就是 sersu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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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一种 prasa adjective 所以frasa adjective 的前面 所以我们要放什么呢 所以我们要放的是 dida 所以是 kertas tisu dida sersuai untuk mengelak lantai yang bata 所以是说 那个 厕纸是不适合用来吗 湿的地上 为什么呢 因为厕纸是很容易 很容易碎的 ok 很湿的之后呢 它就变成 很容易破 所以碎 所以不适合 而且不环保 ok 所以是 dida sersuai ok 所以在这里 所以你们可以 sang 答案是 dida 如果是对的话呢 请你们 tacou 然后错的话 请你们 用lambing 一下你们 正确的答案 ok 第二 e tu 什么 prangkap samba 也是一样 key word 就是后面 这个 prangkap samba prangkap samba 是什么呢 prangkap samba 其实就是 拉底的 收集器 也就是 我们可以 叫是 garbage strap 就是说 通常 你会看到 有些国家 他们在他们的大水购 或者是 河流那边 有装 这个prangkap samba 它是好像 网装的东西 为什么说 要装这个呢 因为 可能就是说 河流 有很多人 喜欢把垃圾 丢到 大水购 或者是 河流 对吗 然后他 装了 这个prangkap samba 之后呢 他可以 track那些 垃圾 ok track那些 垃圾 之后呢 这些垃圾 就不会 流到 我们的 海洋 去 然后 他会定期的 去把这些垃圾 清理掉 ok 所以这个叫做 prangkap samba 所以它其实 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东西的名字 所以是 Nata Nama 也就是 Prasa Nama 所以在 Prasa Nama 的时候呢 我们要用哪一个呢 我们可以用的就是 ok 我们可以用的就是 Bukan 这一个 明显吧 答案 Bukan 所以 Itu Bukan prangkap samba 那个并不是 垃圾的手机 ok 好 一番 Douglas Dapat Tidur Kerana Cuaca Tangat Panat 所以是 这里的 keyword就是 这个后面的 所以是 Dapat Key Key 是 什么呢 Dapat Tidur Key 这两个字呢 就是 Suri Kata Kerja 就是 Prasa Kerja 那么 Prasa Kerja 我们要用哪一个呢 Prasa Kerja的话 我们就要用 TIDAK ok 所以 答案就是 TIDAK 所以是 Douglas TIDAK Dapat TIDUR Kerana Tradja Sanat Panas ok 所以是 Douglas 他不能睡觉 为什么他不可以睡呢 睡不着呢 因为天气太热了 他觉得 整身很热 所以睡不好 ok 太热了 睡不着 就要让你们 晚上没有开 开关的话 睡不着 因为太热了 ok 所以在这里呢 有单题 对不对 但是只有两分 ok 有两分 所以代表你们要全对才有两分 ok 如果你们是一提错 那么你们只有一分 如果你们只有一提对 就是说两提错 那么你们是没有分数的哦 ok 同学们有清楚吗 改好了吗 改好的话 我们就去看下一题 下一题就是 soalan21B 21B tulis betul atau salah bagi penggunaan perkataan yang bergaris dalam ayat ok 所以你要写的是 betul 或者是 如果 has 错的呢 你就要写上 salah 对 就写 betul 错的写 salah ok 那么一 berberapa orang kanak-kanak mengutip batu-batu kecil di tepi jalan 它叫 有几个学生 小孩子 他在路边 食了小石子 ok betul kecil 小石子 就是石头 小小刻的石头 ok 所以就是说 有几个学生 sorry 是有几个小孩子 所以 对吗 berberapa orang kanak-kanak 是正确的用法哦 所以这边 你记得 betul ok 当betul 如果你们答案有对的话 请打购 错的话 请用蓝笔 写上你们的正确的答案哦 ok 接下来 第二 samo kubbing jermin badatinkab idu akandidu ka 就是说 所有的这个镜片呢 在那个窗上的镜片 都要被换 所以这个句子 对吗 samo kubbing jermin ok 还记得 samo sh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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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你要用这个的时候 其实是 古大正确了 我们可以用什么 你可能可以讲什么 什么murit啊 什么guru啊 对吗 但是这里是 kubbing jermin 所以我们可以用 更适当的答案 就是setiap kubbing jermin 每一片镜片 在那窗上的每一片镜片呢 我们都要被换掉 ok 我们都要换掉 的意思 ok 所以是每一片都要换掉 所以这里答案是 sala 所以两分 一分 ok 如果有错的话 请用你的蓝笔 很像正确的答案 好 我们来看 d eisitempatkosong dengan perkattaan yang berdo ok 所以很像正确的答案 这里 他给你四个选择答案 但是呢 只有两题 所以是要考一考 到底你们会不会哦 顾你摆这里的意识 所以我们来看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 整股蛋 整股蛋呢 就是代表邀请 通常是讲的是什么 你可以讲的是那些被邀请的 整股蛋 talahadil 然后阿拉汉 阿拉汉的字是说指令 或者是指示 所以 下的order ok 你叫人家做的那个东西 叫做指令 阿拉汉 然后接下来就是 马索基 马索基就是进入 就是你进去 ok 接下来呢 我们就看 layari layari是什么呢 layari就是 通常就是叫做 流lan 那么你们通常会 layari什么呢 就是layari internet ok 上面的意识 你们都清楚了吗 那么我们来看 习题哦 第一题 所以老师 memberi什么 到底老师给 什么东西 让学生 吃lati ok 所以老师是给 seling 对吗 所以老师 memberi 阿拉汉 kepada murid-murid supaya mengutip sampah 所以老师 下来自令 让学生 吃lati ok 所以第二题 什么 internet cari maklumat tentang kesan penjemaran 阿拉汉 pinta julia kepada sahabatnya 所以 julia告诉 他的朋友 什么 internet 找什么呢 找资料 关于 kesan penjemaran 阿拉汉 就是说 大自然 uran 的 后果 是什么 ok 所以呢 所以是什么 internet呢 所以是 la yari internet ok 所以 重点在 internet 这里 所以呢 就是 la yari internet 所以是 叫他 流浪 网络 ok 找资料 ok serve internet ok ok 好吗 所以如果你们的答案 有不正确的地方 请用蓝笔 写下 ok 接下来 我们继续看 下一个 soalan 22 ok soalan22 tandakan betul di dalam petak yang di yang betul ok tandakan betul di dalam petak yang betul ok 这里有一个 团团的团团 harry dan abangnya berjogging di taman ok harry跟 他的哥哥呢 在 公园 跑步 sampu ok 跑步 berjogging di taman tiba-tiba 不然 harry ingin pergi ke nari ok harry tele tele ingin pergi 他要去 哪里呢 他要去 tandas awang kung kong cherso 还是 tandas tuduk 就是坐的 那种 马桶 ok 所以呢 是哪一个呢 所以应该就是 他想要去 公共 厕所 tandas awang tandas tandas tuduk 就是 代表 厕所 马桶 是谁坐的 因为还有两种 tandas tuduk 还是 tand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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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gi 所以是 要去的是 公共 厕所 因为他在哪里呢 他在的是公园 所以当然是去公共厕所啦 不可能跑一家上厕所嘛 所以他为什么要去公共厕所 这里有没有说 有 所以在这里呢 他有说他要去上厕所 对吗 他上厕所 他要去上厕所 他说什么呢 就是 地亚以尼 门不忘爱 可救 的意思就是说 他要去上 小号 的意思说 他要去排列 就是他小便的意思啦 OK 如果他把这个 可救儿 换去 bersa 的话呢 是什么意思呢 学们 如果他把这个 可救儿 换去bersa 的意思说 他想去上大号 他就说 他太疑了 就是说 他想要去大便的意思哦 OK 所以呢 这边他讲 他要去上厕所 好对吗 OK 就是说 他出来之后呢 上厕所之后呢 他出来 他就会洗手 OK 他洗手了之后呢 他用什么 OK 麻干手 地亚以尼 干什么 阿拉本祝鸡 还是阿拉本祝鸡 在 lepas 門祝鸡 tangan 所以他洗手 之后 他会用什么 阿拉本祝鸡 阿拉本祝鸡 是什么呢 就是洗的 洗的东西啦 就是 可能背道啊 等等 就是要说阿拉本祝鸡 OK 然后阿拉本祝鸡呢 就是 用来麻干手的咯 所以他是用哪一个呢 所以他是用阿拉本祝鸡 就是让他的手 开始 tekan OK 所以他可能会用的是 什么 阿拉本祝鸡 阿拉本祝鸡 所以车所里面会有一个 OK 阿拉本祝鸡 对吗 让你们的手 赶快干的 OK 所以呢 阿拉本祝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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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阿拉本祝鸡 阿拉本祝鸡 还是阿拉本祝鸡呢 当然 他就是 为什么呢 他就是 环保的 OK 为什么说环保 我们看下一句 阿拉本祝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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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他的心是非常脆弱的 他很容易碎啊 懂吗 就好像玻璃这样子 一掉在地上 他就整个碎了 他是一碎的 OK 所以的意思就是说 他是经不起批评 知责 或是嘲讽的 就是他不可以人家讲他 不可以人家训他 不可以人家骂他 他就很伤心 很难过 他第一提示 这个就是说 要说也不能说 碰也不能碰 这样子的意思 所以的意思就是说 个人 他第一提示 玻璃心 我伤害了你的玻璃心吗 所以如果你问 看你自己 有没有 你做错事了 老师讲你两句 你就觉得 有老师又开始 真的 就是代表 是一个怎样的人 玻璃心 问问你自己 你有没有这种心态 你是不是拥有一个玻璃心呢 所以你看这些哦 所以他提示 这个意思 就是脆弱的心 OK 我们应该是怎么 我们应该是 用你去面对 别人的批评 可能人家讲 你是为了你好了呢 然后爸爸妈妈 劝你的是 当然是为了你好 对不对 该接受的 还是要去接受 OK 该自己要去想一想 OK Gertas Tissue 是什么意思呢 Gertas Tissue 就是卫生 纸 卫生纸 OK 所以呢 他讲 他用了这个 阿拉伯格林 答案呢 是一个非常 Mesra 阿拉伯 就是说非常 环保的 所以他再也不会 用什么呢 不会用脆弱的心 还是不会用 纸巾呢 就是卫生纸呢 当然就是他不会再用 Gertas Tissue了 OK 因为他可以 是环保 所以是Gertas Tissue 在这里的答案 OLED E2 所以Herry 能让干什么 当你没有用 Tissue Paper的时候呢 你就不会 知道垃圾了 对不对 因为你Tissue 你用了之后 还可以再用 不得他失失了 对不对 他失失了 然后要破了 已经用过了 所以你就要 把它丢掉了 它就变成了垃圾 对吗 所以呢 就是说 Herry 能让干什么 Samba Sarab 垃圾 还是 Bercast Samba Bercast Samba 的意思就是 垃圾桶 OK 所以他可以 减少垃圾呢 还是减少垃圾桶 OK 所以当然 它就是可以 减少的是垃圾 OK 毕竟我们 已经用过的 Tissue 什么可以再用了 就会把它丢在 Samba Sarab 所以是 Murakang Samba Sarab OK 在这里有五题 一题一分 看你们的答案 有正确吗 如果没有正确的话呢 你们请 做我们的 证证 好吗 OK 同学们 22题 没有了 2号 对不对 那么我们去看 下一题 了 Soalan23 Baca iklan OK Advertisement 意思 所以呢 Suka Lera 1就是说 还要找 那些 Volentia的人 要去做什么呢 我们来看 Dare 就是日期 17 Mai Ahad 就是17 5月 以及 日来的 OK Dempat Dasek Suku Lepad 就是说 在哪里呢 需要 Volentia 在哪里呢 就是在 这个Suku Lepad 的 Hu OK Hu 什么 Hu Sui Hu OK Dasek 就是Hu 然后 Anjuran 是水 Organize 的 这个 这个 Diamu 是水 Organize 的 Anjuran 也不就是 举办的 OK 所以举办的呢 是 Persatuan Penuduk Kampong Suku Lepad OK Persatuan Penuduk Kampong Suku Lepad 那么 这个 Persatuan Penuduk 是叫做 什么 要 去找 这些 Volentia 或者 Suka Lera 1 为什么 他们要 举办 什么活动呢 我们看 Activity 他要 举办的 活动 第一 Mena Nam Pokok Pokok Bunga 就是说 他想要 叫人家 来 帮忙 一起 中华 Kondok Rehat 就是要做一个 修行的 停止 OK 停元 Kondok OK 然后 Membersihkan Persikitaran Tasek 就是说 要打掃那些 V的周围 OK 是 Membaik Volet Alat Bermainan V那边 它就会 V是一种 一个修行的地方 Mah Tempat Rekreasi 所以 它应该有 放一些 Alat Bermainan 例如 Ciu Chen 等等 长凳 因为人家去那边 就是去 RELAX 所以它是 Membaik Tempat Rehat Chi 所以 它是要做什么呢 Membaik Volet 就是说 要去维修 那些已经坏了的 那些可能 凳子已经坏了 长凳坏了 但是 鞦 等等 它们都放在那边 Alat Membaik 已经坏了 所以 就是需要人家 去帮忙 维修 Membaik Volet OK 去REPEAT OK 所以 这边 它就有写 Orangrahmai Digemput Membaik 希望大家都可以 踊跃的参与 这一次的活动 这次的活动 有四个 一个就是中华 重建这个停止 然后 打扫周围 还有 维修 那些已经坏了的 OK 所以在这里呢 就请大家都是 踊跃的出行 来参与 这个 Ex-O-O-L-L-E-E-R 去帮忙 说这件事情 所以 有不明白吗 没有不明白 我们来看 这些的实际 D-E-A Suka Lerawan Suku Lipat Dianjokan O-L-E-S 是谁举办的呢 这个 Dianjokan 是动点 所以是谁举办的 你可以看回 你的 Pertekan OK 我们接下来 看我们的Pertekan Pertekan在这边 有看到吗 它讲 Dianjokan 所以有这个 Anjokan 它的语言 所以在这里 你可以讲到的是 Anjoran Anjoran 所以答案就是在这里了 Bersatuan Penduduk Kampung Suku Lipat OK Sorry是 Siku Lipat OK Bersatuan Penduduk Kampung Siku Lipat 所以呢 你们就 Pertekan Dianjok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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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就 写 Persatuan Penduduk Kampung Suku Lipat Dianjok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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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mpung OK Dianjokan B Nyatakan Dua program Dianjok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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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注意 在这里 Dianjokan Dianjokan 为什么他讲dua 就是你要写dua 因为要不然你就是变成了看不懂题目的人 就是不懂instruction的 所以这边你可以两个而已 你可以判回去你的训练 训练总共写了多少个呢 所以programs 你可以看的就是activity 所以在这里总共有的是 四个活动 对吗 所以在这里呢有四个活动 你可以选择两个你喜欢的来 你可以选择 就在这里 你可以选择 或者是你可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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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选择 或者是你可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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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已经把答案写下来了吗 ok 这边是等你们两分钟 在这个两分钟里面可以喝一口水 然后可以戴上眼睛 可以动一动你们的筋骨 可能看电脑看太久了 ok 可以吗 大家都ok 应该是没问题 所以我们去看 C 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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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那么他讲 在这个 program 他们说这个 Suka Lera 1 中华 对吗 维修 或者是 清理 等等 这些活动呢 有什么好处 各 Volenteer的工作 Suka Lera 1 对那些参赛者 有什么好处呢 ok 你可以写的第一个好处就是 你可以写 Para Presata Suka Lera 1 Dafat Monisi Masa Terluang 的 number 5 就是说他们可以 善用他们的休息的时间 不会去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 他可以参与这个 Suka Lera 1 就是做非常的有意义的事情 因为Suka Lera 1 就是义工嘛 做这些义工 所以是非常的有意义 可以帮助别人 可以帮助自己 ok 所以就是怎样帮助自己呢 ok 比如说这个福的地方 变变漂亮的 对吗 是不是以后你可以在这边 修学 你就 什么特别都可以用上了 ok 还有一个提示 可以给你在那边 修 看风景 对不对 然后第二 什么好处呢 第二个好处就是 Para Presata Suka Lera 1 可以做什么 Dafat Berduka Dafat 就是说 当我们在做这个活动 比如说 他不可能叫你一个人种花吗 你可能会有一个群组的人种花 对吗 可能有五个人啊等等啊 然后你们就可以怎样 Para Presata Para Presata 就是说 给自己的意见 比如说 在这里种一个花啊 这边要 要距离多远啊 怎样怎样啊 为什么不可以种太靠近呢 因为他们会互相竞争 对不对 啊 有学到吗 就是说 树木我们不可以种太靠 因为他们会互相竞争 竞争阳光啊 水分啊 氧料啊 等等 OK 空间 OK 所以呢 我们可以Para Presata Para Presata 嗯 然后呢 除了这两个呢 当然还有很多 你可能可以写的是 在这个 program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认识新的朋友 对吗 我们可以认识新的朋友 对吗 我们可以认识新的朋友 或者是呢 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呢 我们还可以 如果是已经认识了 OK 同一个招工的嘛 啊 是不离八的嘛 OK 所以你可以 对不对 因为自己的心情啊 大家更加了解平时啊 所以大家的感情也变成好咯 所以如果这四个的答案呢 你们都没有 你们有其他的 你们可以在下面留言 或者是你们可以抵下去 等你们的塑胶上来之后 我稍微帮你们盖 好吗 OK 所以这两个的答案 你们就超好了吗 给你们两分钟 给下来这个答案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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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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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着自己所贡献的那个树呢 带到学校去 OK 有很多家长来 做我们呢 很多家长也是来 为了要让这个 program 更加的顺利 更加的成功 也就是代表他们对这个 program 的支持 所以很多父母都来支持这个活动 他们也带了什么呢 张锅里头 OK 和森围 和森族 和森族 和森 很切合的 gli森族 和森族 和森族 最初的姓氏 那就参加了某些同事 就是说 他们们在四季游戏进入 大学的地方 我要为四季游戏进入 四季游戏进入 所以说 有很多众训的 通知识朋友们 一中有什么 一中对 虽然训谈他们的 有一中在 在第三中的 一中的 逐游戏进入 一中的 一中的 所以他们都有被派去指定的地方种他们所带来的那棵树 那么有一些树是种在花盆里面 因为有些人在花盆里面 所以有一些树是种在花盆 有一些树直接种在土地上 他就直接种在土地上 就是说他们需要用到棵树 棵树去除 然后去花盆 花盆是把树苗种下去 然后当时的情况是非常的热闹 当时的情况是非常的热闹 他们没有偷懒 就是代表偷懒 他们并没有偷懒 tetapi saling bekerjasama bagai au dengan tebing 他们不但没有偷懒 反而他们互相的分工合作 bagai au dengan tebing就是 beribahasa 对吗? 可以代表分工合作的意思 所以所有树在12点的时候 种好了 所以他们从早上种到12点中午去 就种好了 然后接下来最后一段 辛苦了 那几时开始进行呢 就是8点 所以他们总共从8点到12点进行 对不对 所以他们一共用了多少个小时啊 所以他们一共用了4个小时 去动这些树木 所以在这个团队你们都了解都清楚了吗 好来我们来看 program satu murid satu pokok Lijjalankan selama 多少个 jam 他问你 Lijjalankan selama 这里就是要讲 selama 看到 selama的字呢 你就要讲到的就是时间了 ok 所以讲的是 masa atau waktu 所以在后面你看到 他给的是什么呢 就是 jam 对吗 所以他问你的 这个 program 进行了多少个小时呢 所以你可以看回你的petikan 他才有没有讲到 ok 所以他就讲到 这个petikan呢 他们是到几点完成这个活动 所以是 Puko Duoblas Tengahari 对不对 Siyak 这个字已经完成 ok 12点他们结束了 ok 所以他们可以讲的是 你要选几点开始 Puko Lapan Pagi 这个Bermuda 就是开始 Siyak 就是结束 所以要找的是相隔的时间 同学嘛 你们还记得如何找相隔的时间吗 相隔的时间 就是要拿结束的时间 减掉开始的时间 所以是你要拿12点 中午减掉8点 所以总共会有多少个小时 所以总共会有4个小时 所以这里的答案呢 你们可以写下的是 多少呢 所以是 4个小时 OK 我们继续看B Mengapaka program satu murid satu pokok 所以答案就是 你可以找到的就是 第一句 OK SJKC Taman Intan telah mengadakan program Satu Murid Satu Pokok Untuk Untuk menyegarkan Untuk menyegarkan udara Di kawasan sekolah 所以你看到吗 Mengapakah 所以要讲 所以答案是 我认识的 所以我认识的 我认识的 所以我认识的 所以答案 KAMU ADADI BERENGANG Satu BARIS PETAMA DAN BARIS KEDUWA OK 所以你 答案 SETAI NIDA MUNARI So 答案 KAMU ILA Program Satu Murid Satu POKOK Dijalankan Untuk MENYEGARKAN UDARA Di Kawasan SETAI 所以答案 SETAI 然后检查 你们的答案 SETAI 跟老师的答案 有像 BUNA 有这样吗 OK 有这样的话 Q 很好 very good 所以你们 下来 Lemak 我们去看 C PADA PENDAPAT KAMU APAKA FAEDA Program Satu MURID Satu POKOK 所以 你认识 CAT Program YOU SAMA HAU CU MA OK FAEDA 有什么好处呢 OK 你可以写的是 什么 当大家都 送一棵树的时候 会带来 什么样的 好处 OK 所以你可以写的是 PADA PENDAPAT PENDAPAT SA PROGRAM SATU MURID SATU POKOK DAPAT MENDIDIK MURID-MURID SUPAYA MENCINTAI ALAM SEKITAR OK 第一个 OK JANG TAY YANG TAY YANG TAY MENCINT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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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LAM AILAM SEKITAR MENCINTAI AILAM SEKITAR AILAM SEKITAR OK 然后呢 MENCINT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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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AM SEKITAR 可以使我们的环境变成污染 也是可以教他们 不要去做那些 可以让我们的大自然变成污染的活动 OK 明白吗 所以在这里呢 有两个重点 OK 如果你的答案跟老师的答案不一样呢 你们可以在下面留言哦 或者是你们可以先写下这个 规范的答案 然后过后老师再帮你们改一改 好吗 老师给你们两分钟把这个答案写下来 好不好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题哦 如果你们来不及操的同学们 你可以把这个 video 先打采访这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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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打采访 OK 好 我们去 soalan 第二个 就是 soalan25 soalanakhir soalan25 OK Baca pertidikan di bawah 就是有一个专门来研究这个我们的森林的一个机构或者一个学院 所以是专门来做的是研究这个研究所关于我们的森林叫做FRIM那么FRIM呢是在几时的时候成立的呢就在1929年的时候成立了OK 所以 接下来呢 institut ini terletak di kawasan seluas 544 hektare bersebelahan dengan hutan simpan bukit lagung di kepung OK kepung就是在 Delangor 所以这个 institut呢 还是在那里呢 还是在这个 upai 44 hektare的 土地里面 就是在 hutan simpan bukit lagung 就是我们的 so包括 土地的森林 depung那里 ok 所以这里呢 有提到的是这个hektare 相信大家 知道你们有知道hektare是什么意思呢 hektare呢 hektare呢 是的意思就是 公轻 ok 所以是怎样讲呢 hektare也是等于 所以是等于一万平方米 ok 所以是代表它是一万平方米 可是呢 在一万呢 国语是怎样念呢 就是念sepuloribu ok 看啊 这里 sepuloribu sepuloribu meter per segi 所以这个呢 m square呢 m square呢 m square呢 我们叫做meter per segi 或者是平方米 华文教 然后怎样拿到这个 一万平方米呢 一万平方米 也是等于一百米 乘一百米等于一万平方米 所以呢 satu hektare 是1 这里讲的是五百四十四 ok 所以一百米 大家有印象吗 这个一百米 比如说你们赛跑一百米 就是那么的长 那么的宽 一百米 所以是等于一万平方米 ok 这总共有多少个 这个呢 是总共有了五百四十四 hektare 这么大的土地 ok 所以这个institute 就是在这个地方 ok 在当年2009 FRIM 都被创造成 作为 Tapak Warisan 在2009年的时候 FRIM 就被 怎样呢 被公布 被创造成 成为 什么 Tapak Warisan 什么的 jadi Negara WARisan 是什么的 遗产 是国家的 自然遗产 所以呢 代表大家都不可以去破坏它 ok 所以 Tujuan penubuhan FRIM adalah untuk meningkatkan kesedaran orang ramai terhadap kepentingan alam sekitar dan pemuliharaan keperbagayan biologi OK 所以 FRIM 的最主要 为什么要成立这个FRIM 呢 是因为 为了要提升 让人们 对这个大自然的 顶觉 就是提升他们 让他们更加的了解说 大自然 对我们人类的重要性 ok 不管是人类也好啊 动物也好 这个自然生态也好 所以是要让大家都 顶觉说 大自然 对我们的重要性 然后呢 它除了这一个 目的以外呢 它的最主要的目的是 是做什么 Pemuliharaan 为什么说 要做Pemuliharaan 呢 因为是 原因 就是因为被破坏了 所以我们才会有 这个Pemuliharaan ok 如果还没有被破坏 我们可以讲 是Pemuliharaan 有个保护而已 那么Pemuliharaan 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代表是 修复及保存 keperbagayan 是各种的 biology 就是代表生物 ok 生灵里面的生物 所以是为了要 不丢富 你要保存 ok 所以 为什么 政府才会 成立了 这个Pemuliharaan Ole itu Pemuliharaan Pemuliharaan 研究 为了什么呢 研究我们要 怎样的 去 去 Membangunkan sektor Pemuliharaan Sektor Pemuliharaan 就是我们的生理这边的方面 要怎样做 要怎样去保护 要怎样去修复 我们这个生理 还有我们的 圣灵里的来源 圣灵里有很多来源 可能草药啊 木材啊 等等要怎样去做 因为为什么会要这样子做呢 可能很多的圣灵 是因为被非法砍 所以有很多东西都被破坏了 包括那里的生物态 OK 好 所以有明白吗 这个短文 我们来看它的圣灵了 所以第一个A perkataan diwatakan dalam pertikkan boleh digantikan dengan perkataan 什么呢 就是 diwatakan 就是被公布了 OK 所以呢 我们可以用的是 什么字眼跟它 一样的同意词呢 你可以用的是 dimaklunkan 被通知了 被公布了 OK 所以 你可以用的是 perkataan yang paling sesuai 就是 dimaklunkan OK B Mengapaka 所以 是 所以 OK Berangkan tiga 也就是 Tujuan 所以那是什么 Tujuan呢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化线的嘛 所以你可以 highlight 其他人的 Tujuan Tujuan penubuhan FRIM adalah untuk meningkatkan kesedaran orang ramai terhadap kepentingan alaman sekitar dan pemuliharaan kepelbagaian biologi hutan 所以这个就是 他的 MUTI OK MUTI 就是要做这些 所以你们可以 把这个化线呢 写在 红线上 OK 所以你可以写的是 Institute Penyelidikan Perhutanan Malaysia FRIM ditubuhkan untuk meningkatkan kesedaran orang ramai terhadap kepentingan alaman sekitar dan pemuliharaan kepelbagaian biologi hutan 这个就是 你们的 答案 OK 所以 有写下来了吗 同学们 给你们一分钟 要是你们 来不及 抄的话呢 你们可以先 把这个video 先pause一下 OK OK 好了吧 我们来继续看 最后一 就是 C C在这里呢 他有讲是 Tandakan betul pada pernyataan yang salah dan pangka pada pernyataan yang sorry Tandakan betul pada pernyataan yang betul dan pangka pada pernyataan yang salah OK 所以在这里呢 他讲 对的话 go 对吗 错的话 他 所以他这里 有写三个 所以你看 第一个 prim de pangka pada dual pangka pangka 有可能吗 二零二九 今年才 二零二零年 所以 看都知道 这一个 是不正确 不过 没关系 我们等一下 再去看 pangka 答案 是什么呢 OK 我们继续看 第二 prim diwartakan sebagai tapak warisan semula jadi negara pada 2009 Diam M Bertugas sebagai Pemuliharaan Sumba Hutan Sahaja 他只是 做来 siu Fu 和 保存 Ten Ling 我们的资源 也是吗 是这个 而已吗 还是有其他的工作呢 所以没关系 我们也可以去 Patekan 找 OK 我们看看 这个Patekan 所以刚才 他讲 prim 是在 029 年 对吗 可是这里 写的是 1929 年 所以 刚才的答案 是不正确 OK 所以他讲 刚才是 2009 年 年 地 瓦 成为 tapak warisan 成为 jati net 原来 就对了 OK 他讲 刚才 prim的工作 是什么呢 他讲 prim的是 Pemuliharaan Sumba Hutan Sahaja 对吗 其实 还有 工作是 merancang dan menyelidik untuk membangunkan sektor perhutan OK 所以我看看 会刚才的 tima 在这里 2009年 是对吗 2029 是错的 答案是 1929年 是错的 那么二呢 第二呢 是对的 对吗 diwartakan sebagai tapak warisan semula jadi negara pada 2009 是对的 是 接下来 prim bertugas sebagai Pemuliharaan Sumba Hutan Sahaja Sahaja 对吗 所以是不对的 他还有其他的 方式 还有其他的 工作 是吗 他的其他工作 是做什么呢 就是 merancang danmenyelidik untuk membangunkan sektor perhutan 所以这个答案是 错的 OK 同学们 今天我们已经讨论完了 所有的 Bahagianbi 那么请问你们 有任何的问题吗 请不要 忧郁的 在下面 给老师留言哦 你问老师哦 如果你们的答案跟老师不一样的地方 那么你觉得你答案可能是对的呢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哦 所以我们今天的讨论就到此为止啦 所以在这一题你们 听着完了之后可以算一算你们到底有拿到多少分呢 OK 所以我们今天的讨论就到此为止啦 如果你们喜欢这个影片呢 你们可以给老师一个like 然后不要忘了subscribe我们的YouTube频道哦 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视频上传后呢 你们就会收到通知 而且你们 可以在第一时间看我们的影片哦 所以今天的讨论就到此为止啦 terima kasih jumpa lagi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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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